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过去的这一年发生了不少的事情 特别是习近平开始布局二十大 所以这些人的表态很是值得玩味 此外 这次人大在多个需要审议的法案当中 其中有一个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修正草案 似乎有特殊的意义 很值得关注 在去年的一年里 习近平的状况起伏得非常厉害 在年初 因为被迫在高关税的前提下 和美国政府签下了城下之盟 已经让习近平灰头土脸 然后又为了制造一个祥和的气氛过春节 故意压制了武汉肺炎疫情的消息 结果导致疫情在各地急剧扩散 武汉市和湖北省的多个地方伤亡惨重 而后的封城措施又让中国的经济陷入了停滞 整体形势异常的严峻 再加上习近平贪生怕死 畏缩不前 迟迟不赶到抗疫的前线武汉市去进行视察 一时间落得个千夫所指 习近平的微信跌入了谷底 后来 国内的各个地方通过采用极端简单粗暴的方式 总算控制住了疫情的扩散 并逐渐的恢复了生产 而西方国家的疫情却开始泛滥 相形之下 习近平当局似乎从中得到了安慰 到了年底 当局自己宣布 中国已经实现了脱贫的全面胜利 习近平又开始洋洋得意起来 经过了这一年之后 原本中国百姓付出了极大艰辛的历程 却变成了习近平的功绩 尝了习近平准备称帝的资本 中共人大的会议 工作的重点历来是阅读和举手通过政府工作报告 以及其他的一些法律草案 但是这次的情况很有点特殊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在这次会议上 有习近平的几个亲信带头 大肆的吹捧习近平 把去年一切的成就都归功于习近平的领航把舵 这个阵势 颇有点和中共的十九大相类似 明显的是在为习近平称帝造势 根据中共官方的报道 在中共的七个常委当中 栗战书对习近平的吹捧最为高调 栗战书说 过去一年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 从容应对风险挑战 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更加信任和拥戴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 信任和拥戴 这是文革时期 用于毛泽东的典型词汇 李战书这回 把它用在了习近平的身上 此外 号称第八常委的王岐山 这次对习近平更是大加吹捧 根据新华社的报道 王岐山在三月六日 参加了湖南代表团的会议 他在发言中至少八次提到了习近平 王岐山提出 新时代催生新思想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在这个精心准备的讲话当中 王岐山特别提到 过去一年 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取得了人民满意 世界瞩目 可以载入史册的成就 全党全社会 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 更加坚定 王岐山还别出心裁的说 要从习近平思想中 找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向方法 以及踏上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新征程 要以习近平思想为根本的遵循 却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 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他对习近平的吹捧 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尤其非同寻常的是 相对于其他常委的简短报道 新华社用了相当长的篇幅 来报道王岐山的讲话 足以显示 王岐山的这个讲话 大有名堂 或许 这意味着 王岐山和习近平 他们完成了一次交易 相对而言 在其他的几个常委当中 李克强的讲话 最为平淡 只是象征性的 提到了一次习近平 李克强说 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去年江苏与全国一样 经济发展取得新成就 很多工作走在了前列 此外 李克强还说道 要在发展中 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加大对量大面广的教育 医疗等民生领域 不短板投入 特别是要提高农村 基层 基本公共服务能力 为长远发展 达好基础 相对于栗战书 王岐山 在发言中 对习近平的吹捧 李克强发言的重点 完全策证在民生上 从这些人的讲话当中 可以清楚的看出 他们的立场有明显的不同 如果从未来二十大的大背景 来观察的话 这些人的表现 确实耐人寻味 另外 一个值得注意的事情就是 这次人大要审议的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 修正草案 修正草案的主要内容就是 授权人大常委会 在全国人大闭讳期间 除了可以决定 部长人选之外 还可以根据总理的提名 决定国务院副总理 国务委员的证明 以及根据军委主席的提名 决定军委委员的证明 只是 这个法律修改的重点 恐怕是在国务院的人事上 而不是军委的人事安排 军委的人事任免 想必只是一个幌子 现行的中共宪法规定 在全国人大闭讳期间 全国人大常委会 只能根据国务院总理的提名 决定部长 委员会主任 沈记长 秘书长的人选 在以往 副总理和国务委员的任免 一般都在全国人大的 第一次代表大会上 做出决定 并且和总理的任期 是相同的 不难想象 副总理人选的重要性 是一般部长 所无法相比的 尤其是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 副总理的人选 就更加关键 更加值得注意 对于这个法案的重要性 外界似乎并没有 给予太多的注意 有人认为 这个决定将会架空 李克强的权力 这恐怕是误读了 因为副总理 从来都不是总理的亲信 或者总理的同党 副总理的人选 完全取决于最高领导人 只不过在形式上 有总理提名而已 关于这个问题 中共在海外的喉舌多威网 今天发表了一篇评论 题目是 中国人大常委会扩权 可任免副总理 与军委级军政高官 这篇评论认为 这个修正案反映了 中国人大 中国政府和军队系统之间 政治权力的结构性调整 是为人大 这个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 负权 说白了 也就是强化人大的权力 这篇评论还写道 对于中国人大的权力角色 外界一直有橡皮图章 政治花瓶 等等批评性的说法 这一次人大组织法的修订 显然是要对这些 一直存在的缺点和弊端 进行改革 对于宣称 要进行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中共而言 理应让人大 这个中国的最高权力机构 实至名归 让中国政治结构中 最根本的制度设计 能够真正的发挥 监督与任命程序的效力 其实 多维网这些 棍免堂皇的说辞 只是在转移人们的视线 修改这个法律的目的 和让人大发挥监督 与任命程序效力 毫无关系 根据以往的历史 我们可以知道 中共对法律的修订 功利性非常强 每次都有非常直接 非常明确的目的 甚至就是为了某个人 而修改法律 乃至修改宪法 文革期间就不必多说了 就是在文革之后 中共当局 为了让已经没有 任何党内职务的邓小平 能够担任中央军委主席 特地为他个人修改了宪法 就在两年前 为了让习近平可以终身执政 中共再次修改宪法 删除了国家乳期的任期限制 可以推断 这次推出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组织法修正草案 对副总理的产生办法进行修改 也一定有他特殊的目的 那就是在必要的时候 习近平可能要提前指定副总理 给总理李克强提前安排接班人 从目前来看 习近平是铁了心要做皇帝了 那么未来中共的总理就成了各方争夺的最重要的目标 可以想见 这个职位习近平估计会让他的嫡系来占据 而不大可能是其他派系的人员了 从目前的四个副总理来看 只有刘鹤是习近平的亲信 只是到明年召开二十大的时候 他就已经七十岁了 恐怕没有机会出任总理了 其他三个副总理 孙春兰已经七十二岁 完全不用考虑 胡春华虽然年轻 毕竟是团派的代表人物 习近平肯定不会放心 至于现在的常务副总理韩正 看来前景也不是太好 无论如何 从习近平当局 这次推出这个法案 要中途任命副总理 对现任的四个副总理 绝对不是好消息 基本上可以断定 胡春华和韩正都没有机会来接任总理了 否则就没有必要 以这种方式任命副总理 很有可能 习近平主义的总理人选 现在可能还并不熟悉国务院的工作 为了能够让他顺利的掌控国务院 可能会在李克强正式下台之前 也就是在下一届人大召开之前 提前把此人任命为副总理 形成继承事实 这个人就是习近平 未来的宰相 就是那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 这个事情发生的时间点 可能会是在2022年的秋天到年末 对习近平来说 现在似乎是大局已定了 他关注的重点 已经转移到了国务院总理的人事安排上了 同时习近平那些嫡系们也不会再考虑去接习近平的班了 他们忠于习近平最大的回报只能是国务院总理了 只是国务院总理毕竟只有一把交易 这会让习近平多少有点为难 这个人选想必不会太早公开 所以才要修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 在必要的时刻突然推出总理人选 习近平这回防范的可不是外人 而是他的嫡系 至于未来会发生什么情况 我们只能静观其变 好 关于这个话题 今天就说到这里 小民之心谢谢各位 再见 小民之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